你就是少林心理咨询所的合伙人林申是吧 是的 您那里最近有个来访者叫孙东吧 他突然失踪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东的家人报警说孙东失踪了 警方叫我过去做个笔录配合调查 他在留下了一本日记后 就开车消失在了郊外的森林里 这就是他那本日记 里面详细记录了 他在得知你母亲用了他经销的乐见心电监护仪 而险些出意外之后 他的心情变化 当时你们使用的心电监护仪出了一些状况 并未及时发出警报 他说他觉得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还说自己不值得被原谅 所以他的家属怀疑他失踪的原因 是在催眠中受到了负面的心理暗示 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是你在心理咨询中 故意诱导孙东产生强烈的愧疚心理 致其抑郁加重 不可能 我不可能跟他说不值得被原谅 我甚至没有跟他提到过我母亲的事 孙东授权你在心理咨询时 为他全程录像 但在乐见出事后 你给孙东做催眠时 就没再录过相了 是 但这也是应了孙东本人的要求 有一次他跟我提到说 录像机会让他感到紧张 无法进入催眠状态 所以在那之后 我才没有再对他进行过录像吧 我理解你们的质疑 但事实就是这么巧合 孙东家人说 孙东手机录音提到了指向我的 关键证据 所以现在警方就怀疑 你跟他的失踪有直接关系 这件事的背后似乎没那么简单 要不这样 你和你的督导师 再研究一下他的案子 可是我这个来访者 觉得我资历太浅 他今天说想要转接到你那 是吗 自媒体的跟进也太快了 现在都开始发酵 你看看手机吧 这次自媒体的口径出奇的一致 幸亏还只是本地媒体 不知道会发酵到什么地方 孙东的家属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很明显是冲着你来的 你要有心理准备 希望不要波及到萧萧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乎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乎 我没有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乎 你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乎 你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乎 怎么办啊你 我 我手机坏了 那你用别人的手机 给我打个电话嘛 吓死我了 害得我赶紧回来了 我本来还想跟我妈 多待两天 坐 这个是我妈做的 销是祖传蛋包饭 我妈做的绝对不是黑暗料理 特别好吃 我已经学会了 以后我做给你吃 来 怎么了 来 晓晓 我们还是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 为什么 这两天 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好好想了想 我们俩不合适 我们俩哪儿不合适了 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你在我身边 我没有办法好好去思考 我没有打扰过你啊 咱们俩工作的时候 一直都是各忙各的 我没有吵过你啊 你看 你总是这样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和距离 我也需要 自己一个人好好地去思考 和面对一些事情 我知道 你是遇到什么事了吧 那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啊 就像之前一样 也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就算我帮不上吗 我也可以一直陪着你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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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祈祷 我一个人挺好的 谢谢你 你难道不知道 男女之间一辈子就等了一辈子吗 这个老狐狸 我还以为他是欣赏我的狂野抽象派 没想到是想骗走我一辈子 所以你说的一辈子 都是骗我的 多巧合的成就 就在解开心结的背后 是我是谁 Cos love is blin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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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 love is blin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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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